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我想再给您播讲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Bluetal Strap 5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开VUE3的课程 对不对 其实咱们想VUE3跟Bluetal Strap密不可分的两套框架 缺一不可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吧 咱们不能厚此薄笔 这是不行的 这两套课程我都要讲咱们齐头并进 同时超前部署 好不好 那么咱们从今天开始 我同时开两套课程 一套是GSVUE 一套是CSSBluetal Strap 好不好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的支持是我今后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VUE5的官网 马上看一下 5已经有官网了 所以说马上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VUE5的官网做的非常的不错 图标也进行了更新 非常的好看 美有之一 非常不错 我这次的课程就是基于咱们这个VUE5里面的所有的知识点进行讲解 这些个内容就是我今后课程的内容 我呢会逐一给您讲到 别不要着急哦 好 那咱们回来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GitHub GitHub 是他们这个release的这个履历 咱们都会看到 大家请看 现在最新的版本呢 是5.0.alpha1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今后呢 API会发生改变 咱们呢随时关注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它最后的更新计划 这叫技能应该叫做更新计划 咱们再看一下 这都在这个GitHub上 大家请看 这是它今后的更新计划 5的更新计划 大家请看 从这个19年初是吧 就开始着手 慢慢慢慢的更新更新 可能到2020年底 或者说2021年初的样子呢 会正式的release 对吧 现在呢还出于这个怎么说呢 编码阶段 编码这个做成阶段 所以说呢咱们只要等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呢 还是这个alpha1嘛 对吧 过两天可能会出到 alpha2 alpha3 然后呢是beta1 beta2 然后像这个view一样 会出了rc1 rc2 然后呢就正式的release 大概都是证明过程 对不对 那么我这套课程呢 给您采用的版本是 大家请看 就是刚刚它写的最新的版本 5.0.0 对吧 然后呢是alpha1 咱们就用这个版本去讲 如果咱们在这套课程讲解的过程当中 它出了2了 出了3了 出了更新的版本了 我马上会更新 咱们马上应用 好不好 OK 这跟大家做个约定啊 咱们始终使用它的最新版本 好 那么如果您要学我的这套课程呢 您要具备的技术是什么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跟我当时学这个buzz drive 3 4一样啊 您只要会这个基本的html5的学习 会基本的css语法 同时会简单的javascript语法 就够了啊 这三套我的视频频道 我的技术频道 都有课程 供您学习 好不好 OK 而且我课程都是免费代码都公开哦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采用的工具 手推vscode 没有质疑 对吧 我做了n多课程 都是采用vscode 非常的好用啊 然后呢 同时有朋友说 我在mark下 我想用这个atom 或者说我 因为我是个收费用户 我用这个emagic 行不行 行 您用nanovi也都可以 没有问题 nanovi咱们别瞧不起它 它也支持这个颜色显示 都没有问题啊 它只要有一套模板就可以 好 浏览器 浏览器的话 咱们手推clom 现在clom在国内 普及应率应该也是非常的广 所以说呢 手推clom 像我们公司都不支持这个fireforce 都不支持这个微软的 都支持clom 仅仅支持clom 好 那咱们有朋友说 我还愿意用fireforce 我认为fireforce更稳定 那您就用fireforce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还推荐 你如果是大型企业的话 可能用age的比较多 它不愿意再装一些第三方工业 因为大型企业 可能管理的这个电脑管理比较严 对吧 不能在无许可的前提下 安装第三方软件 那么只能使用这个windows默认的东西 那他们可能用age比较多 但是绝对不推荐您用IE 对吧 您要用微软的产品 您就用age 好不好 age内核其实也是clom 对不对 ok 那么说一下我的视频的计划 和我其他所有的教学视频的一样 每个视频呢 我只给您包含一个知识点 而且呢 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甚至更短 但是呢 经常超时 我这个视频就不要超时 好不好 ok 然后我今后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下面这个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呢 获得最新的代码 ok 这就是我准备开Budstra5的第一期 嗯 今后呢 我会不断的更新我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我的小马频道 好 那咱们第一期的课程就这样吧 咱们不超时 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